來關心港匯市的消息 第一次大港匯流感入廟已經開始在港匯市的後方裡面 免匯市大 目前流感已經有得獎新聞的苦悉 而且入廟的市大需要兩禮拜才有效率 港匯市衛生協助 甚至市大提款自動的保護列 近年港匯流感入廟 本兩次大疫情 第一次大疫情已經開始 該市政府為新教委託專業醫療團隊 整理學校為社群提供免費接種服務 公署50件 流感疫苗 既就需要接種兩禮拜以上 只要有保護列 請加州趕緊服海洞 在學校接種流感疫苗 以配信保護列 整理大舊全體免疫力效果 今年的流感疫苗 在10月2號就開打了 分兩階段開打 我們的學生是第一階段 開打的對象 所以我們已經請醫院陸續 在入校來施打流感疫苗 我們預計在11月2號 會完成全部校園的施打 目前大概還有11間學校 還沒完成施打 我們要在這邊呼籲家長跟學生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在校園施打 為什麼 因為在校園施打是免費的 如果我們今天入校施打 不在學校施打 到外面的醫療院所施打 就必須再付這個掛號費 另外如果你是校園施打 當天因為身體狀況不舒服 而沒有施打 那就跟這個醫院或是學校 拿這個補接種通知單 然後你拿了這個補通知單 你就可以到醫療院所施打 另外有一群孩子是一開始 他們在勾選的時候就選擇不要施打 那你現在你想要施打 這時候你就去跟學校要這個同意書 就是重新表達意願 我願意施打 那學校會給你一張同意書 之後你再持那一張同意書 去這個醫療院所施打 我們希望呢11月前學生的部分可以趕快完成施打 因為即早施打疫苗才可以即早得到這個保護力 今年共匯流感疫苗第二次大 會在11月一號開放後 50月至64月 無可風險 萬聖病的心靈接種 若是還沒在學校接種的學生 請冠軍在11月一號進行 到嘉義市流感疫苗 合佑醫療議所施打 咖啡院到時候 人桌擁擠你真加感染的恐險 世新新聞嘉義市 你一叫彩鳳報道 Ponyfe 也有意見 建立ійсь來疊 靠ны by bwd6